以色列击落了胡塞武装的巡航导弹 西方媒体却说中国要感到害怕了 大家好我是施涛 12月25日以色列军方宣布自己击落了一枚 也能胡塞武装发射的巡航导弹 并且使用的还是自美国采购的F-35I战斗机 那么这一次击落行动是以色列空军探测到了 这枚巡航导弹之后 派出F-35I进行的成功的拦截 F-35I是使用了自己的红外追踪系统 那么从视频上来看 F-35I是利用了自己的红外系统 对巡航导弹进行跟踪 并且最终用一枚响尾蛇导弹把它给打了下来 那么在报道这个战力的时候 西方媒体充分的拥有他们想象力 他们把这件事情和中国的巡航导弹挂钩了起来 那么西方媒体就报道说 那么目前在中国周边也大量部署了F-35系列的战斗机 那么这些战斗机与以色列的F-35I都有类似的能力 因此能够在解放军动用巡航导弹进行打击的时候 进行高效率的拦截 我们说西方媒体不但喜欢搞个大新闻 他们还喜欢搞克舟囚舰的那一套 虽然都叫巡航导弹 但是野门胡塞武装用的巡航导弹 那和中国的巡航导弹恐怕还真不是一种巡航导弹 野门胡塞武装使用的是伊朗 仿造 苏联或者是俄罗斯的KH-55巡航导弹 自己制造的这个巡航导弹 那么从飞行速度到这个红外特征 以及到整个的这个飞行性能上来说 这一款巡航导弹 也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么一个性能 而相比之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备库里面的巡航导弹 大多数都是在21世纪新装备的巡航导弹 不仅在质量上是远高于KH-55 那么在速度 隐身性能 飞行高度等等指标上 也是全面的领先 西方媒体以一种落后的巡航导弹的击落 来推测中国人民解放军巡航导弹 将被F-35有效拦截 其实西方媒体的这种恐慌 那也不是没有来头的 毕竟经过快速的军备的建设 中国人民解放军 特别是我们的火箭军所装备的远程巡航导弹 已经具备了强大的打击能力 我们能够对第一岛链内的所有目标 进行有效的突击 并且我们不仅导弹的质量高 我们导弹的数量还多 那么这本身就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带来了所谓的巡航导弹恐慌 那么美国也多次在进行研究 如何能够有效的对付解放军的巡航导弹攻击 那么其中的观点之一 就是有效的动用F-35上面的红外监视系统 趁早发现及早拦截 那么以色列这一次拦截 胡塞的巡航导弹 确实是给西方打了一针强心针 不过我们要说导弹和导弹不一样 战场和战场不一样 一旦美西方国家决定干涉中国的内部事物 那么我们的巡航导弹绝对是管保又管够 到时候F-35就不是拦不拦得着巡航导弹的问题了 而是能不能起飞的问题了 如果连起飞都起飞不了 那么我们讨论它拦截巡航导弹又有什么意义呢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我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